我去沙巴玩的時候其實我就是用椰子油防曬的 然後 我曬翔了 嗨 大家好 因為我前陣子剛從藍雨灰來 所以整個就是 曬到不行 然後我整個人就是又黑了一階 然後身上還有各式各樣的 泳衣痕跡 然後所以今天就想來跟你們聊一下關於 曬太陽這件事情 也不是說真的你們去海邊玩就一定要曬到跟碳一樣 但是我現在遇過的就是一起玩水的人 基本上是沒有人在使用 跨旋性防曬的 那不管你是去到小琉球啊 還是綠島啊 藍綠啊 只要那邊有在帶膚淺的 或者是那邊有一些當地的潛水業者 其實大多數人都是會宣導說 不要擦防曬的 我覺得這只是一個 就玩水的人對海洋的一個基本尊重 現在在海邊就不太會看到那種 拿著大罐防曬油然後大拔大拔這樣子塗的人 椰子油啦 有些人可能到這邊就會覺得說 欸那我就用椰子油防曬就好啊 就會可能天然啊 然後友善環境 不會對珊瑚造成什麼傷害 對 因為我前兩個月也做過一樣的事情 我去沙發玩的時候其實我就是用椰子油防曬的 然後 我再想了 於是乎我就上網認真搜尋了一下關於椰子油這件事情 我發現真的是 大錯特錯 因為椰子油的SPF其實很低 大概平均只有4 所以它其實對於皮膚晒黑啊 或是老化 廚房這些事情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 然後因為椰子油很好吸收 所以就算你塗了 在你要下水之前 它可能也差不多就被吸收完了 然後真的留在皮膚表層的椰子油 可能也只剩下一點點 就當然就是更起不了什麼作用 再加上它的附著性其實不太好 就是你只要一下水或者是沾到的東西 它可能就掉了 所以 以防曬來說 它其實並不是真的很合格 然後不管你是上岸還是下水的時候 你就是會 到處都弄得油油的 蠻麻煩的一個東西 然後所以呢 到最後我的選擇就是 什麼都不做 曬完之後再來還債這樣 現在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對紫外線比較敏感 我有遇過我的朋友是 醫生跟他說 你就是對太陽過敏的 因為我是真的蠻不容易曬傷的 可是曬完之後你還是會覺得就是 皮膚很乾 然後缺水皺皺的那種感覺 所以對我來說 曬後保濕就會變得很重要 一般曬完之後啊 我可能會先用蘆蕙或是椰子油敷過 可是因為蘆蕙我覺得它就是 比較屬於鎮靜肌膚的效果 你剛曬完 然後還在發熱發紅的時候 那時候用蘆蕙我覺得是最好的 然後或者是就直接用椰子油取代掉 這個我已經用了半罐了 然後還有一罐大罐了 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你在東南亞的國家應該都買得到 然後超級便宜 所以其實你就算很大面積的塗在身上 你也不會覺得很清透 然後曬完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脫皮的地方 你真的千萬千萬不要去撕它 我知道撕那個超爽 但是真的忍住 因為你的皮膚就已經在受損了 然後如果你又撕它的話就是 二次傷害 好然後再來就是臉部保濕的部分 因為蘆蕙跟椰子油基本上都還是擦身體嘛 好 好我先去卸妝 然後我現在已經上完化妝水跟乳液了 那臉部的保濕除了 多敷面膜 多喝水之外呢 我就會選擇像是這種 有玻尿酸的保濕精華 你可以看到這罐裡面有一顆一顆的那個玻尿酸膠囊 因為玻尿酸的吸水力非常好 它就是一個保濕聖品 它就是很水潤的那種感覺 可是它完全不黏膩 它其實就是一個保濕精華液 脖子也帶到一點 OK 其實我的眼下細紋蠻嚴重的 所以我還是會另外用這個 就它的眼部精華 然後這塊是比較偏水狀的 水潤水潤的這種質地 塗在你的眼部周圍這樣 然後雖然有一點點奢侈 可是我會稍微把它塗到顴骨這邊 因為這也就是 你在太陽底下大爆曬的地方 因為玻尿酸的特性 就是它的吸水力非常強 所以有的人可能就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我玻尿酸這種保濕精華 會越用越乾 問題就是因為玻尿酸它太吸水了 如果你沒有足夠的水分讓它去吸的話 它反而會從你的肌膚底層 去吸水出來 你當然是不用奢望說 空氣都會有足夠的水分讓玻尿酸去吸 所以你最後一定要做好一道 就是鎖水的程序 就是用像這種霜狀的 讓它形成一個保水膜 你的水分就不會 隨隨便便就被人家帶走 然後因為帶那個淺水的面積 所以這邊就是額頭這一塊 其實會大爆曬 所以我就會在額頭這邊 稍微給它敷厚一點 好啦那基本上到這邊 你就可以去睡覺了 掰掰